孙先生说 孙家祖宅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清 共220平米 其中有120平米是属于弟弟的 2003年祖宅拆迁 共获得126万补偿款 及三个购房指标 弟弟当时用拆迁所得的54万款项 购买了两套依居室 而孙先生则占据了最后一个买房名额 他向父亲借了27万元 购买了一套依居室 那您没有拆迁款吗 没有 为什么弟弟有房有钱 哥哥这儿怎么还要借钱 那个是他奶奶的主业产 他呢就出钱出力 等于那个拆迁分配里面 没有你们的对吗 就是就没有我们的 就出力它最多 但没有我们的 言先嘛 就是口头一说 那房也不值钱 说都归小叔子嘛 就说赶边呢 给我们十万块钱补偿吧 是这么说的 说完了以后 那说那拆迁了呢 那就那什么吧 买房吧 他就足够写了一个27万借条 所以就是当时是给父亲打了一个借条 对 但是弟弟因为他是在这个拆迁分配的名额里面 他那50多万就是他自己应得的是吧 对对应得的 但是跟您就没关系了 对 孙先生表示 他不太想还这27万的借款 这是因为孙先生突然发现了一个父母隐瞒他多年的秘密 爸爸妈妈不是还有一部分拆迁款吗 你借走27万还有剩下很多呢 还有47万 这47万也归了我妹妹了 47万怎么就归妹妹了呢 不知道啊 分家出没说归我妹妹 您怎么知道这个钱归妹妹 后来才知道啊 什么爸爸妈妈说的 给女儿了啊这钱 还是 这没说 后来就我妹妹说这钱拿钱 你才知道这钱归了她了 你妹妹自己跟你们说的 对 现在等于就是我妈跟我妹妹就算你我们